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两位来宾 就是来自台南 那么我们首先欢迎湘珍 嗨 湘珍 嗨 大家好 我是湘珍 美女一美 真的 那么另外一位呢 我们欢迎韦妙 韦妙嗨 我是韦妙 我来自台南 韦妙 韦肖 我刚才在说 你有没有没有个妹妹或姐姐叫韦肖 韦妙 韦肖 真好 真好 其实呢 这个湘珍还有这个韦妙两个人呢 她们其实在学工前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女人的问题 自己讲 虚 虚 对 今天白燕老师呢 也要来跟我们特别讲一下 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容易会虚啊 还有女人气虚到底会有哪一些问题 因为像湘珍还有韦妙 两个人除了气虚的问题以外 都有这个疲倦的问题 那么韦妙呢 她除了这个睡眠不足的问题 还伴随着还有些妇科方面的困扰 她在练功之后呢 她改善很多很多哦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聊聊 看他们两位练功前后的变化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湘珍和韦妙 其实我觉得华人的女生呢 很多人都是感觉体力没有那么好 我们华人好像感觉就是 像外国人那样是强强壮壮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跟饮食有关系 我们这是鱼米香嘛 然后不管是吃麦的还是吃米的 这个主要我们的饮食方式 还是以鱼啊米啊肉啊青菜为主 真是跟外国人比起来 差距非常大 所以我们其实蛋白质的摄取 真的是不如人家多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中 然后乳制品 尤其很多我们很多这个 我知道很多华人是不爱喝乳制品 或者有这个我们叫lactose intolerance 就是这个乳汤不耐症 所以乳制品摄取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的成长过程之中 其实很多人都到了一定年纪 去检查之后才发现 自己有缺体性的贫血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月经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好好的去调理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华人也是一样 我们不爱晒太阳 对啊 还有我们也比较不爱运动 对一个不爱运动一个不爱晒太阳 然后又少吃这个含铁量高的这些红肉 又少吃含钙量高的这些乳制品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就是女生 会感觉自己好像柔柔弱弱的 我觉得当然也跟我们先天祖先的DNA 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能在这里比较不是那个老虎狮子的天下 不用这个被狼啊抱啊追的 所以我们比较优异安逸的生活 导致我们的DNA传下来 这样也能活下来 对不对 我觉得会不会是男人的阴谋呢 男人喜欢女人柔柔弱弱一点 你知道吗 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其实从这个清明这些 明末清初这些时间开始 就喜欢这个女生是先细的嘛 你记得以前唐朝都还是丰满一些的嘛 然后后来就开始喜欢纤细型的女人 然后要绑小脚 还要柔弱 弱不禁风 对所以其实这样一录下来 我们的DNA应该也有改变了 所以未来我们女人会变成虎辈胸妖精 所以几百年来 可能就是我们这些柔弱弱的女人留下来了 这是题外话 白莺老师你讲 这个我突然想到 真的是小时候我们邻居的那个 就是淑公 淑公 淑婶那一些 就是男人都是属于那种 你知道就是大男人很宽很壮的 然后女人就是那些什么 那个淑婆那一些 都是那个柔柔弱弱 可是我告诉你 活到最久的都是那些柔柔弱弱的 真的真的 全部女人都活着 然后男人就早早就走 奇怪哦 没有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读书型的女人吧 像这个我们都是 比较书香门第感觉 已经不是在做那种体力活了 也不是女工 也不是农夫 所以就更容易柔柔弱弱 这是题外话了 但是呢 女人虚可是没有借口的 因为虚还是虚在我们自己身上 承受这些 后面的虚的这些后果 也是承受在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可能看起来呢 外表白白净净的 然后这个身材纤纤细细的 可是呢 自己就是觉得体力不太好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讲讲看相真 你还没学功之前 你期虚到什么程度 我期虚到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尤其是到了十一点 我就会开始紧张 因为十一点是 该是睡觉的时候 可是你 你的大脑却是很旺盛 所以导致于我到了十一点 我到过了躺了半个小时 还不能睡的时候 我就紧张了 等一期明天起不来 是不是 对 然后孩子 明天早上要早起 你又怕你跟着 不能够早起的时候 就紧张 然后 其实那越紧张 心情就是越沉重 然后就是紧张加剧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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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加上去 到最后我是真的 去看中医的时候 中医就是 告诉我说 你这个就是 气虚啦 当时我还没有概念 什么叫气虚 后来我来接触 白燕 我开始练的时候 真的 我就觉得说 以前我 怎么可能早上 我可以七点爬了起来啊 我现在 那时候我开始练的时候 我记得我 五点四十几分 我就可以准时起来了 然后起来的时候 就到公园去练 然后晚上睡得熟吗 以前真的是 躺下去那时候 可是后来我开始练了之后 真的半个小时 我就可以睡着了 现在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为什么会那么多紧张在里头呢 对 我以前我是自己 开自己的家教班 教英文 那我从招生 行政 备课 教学 我都是自己 校长间壮中 家工友 家工友 真的 然后真的从手 自己一手这样子去弄 后来我就觉得说 那种压力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 你就是只有上课而已 可是这后面 就像老师在教工 你应该也知道说 这背后多少的备课 行政的工作也非常的重 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让我自己 就变得说 白云老师 真是我救命稻草 那到底是谁 把这一根救命稻草 那个介绍给你的 就是朋友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来学公开 你要不要直接在镜头上 向朋友说声谢谢 他应该知道你是谁 他心里就会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贵人救人一命 这个终生都可以改变 这一个人的后面的后半生 真的 谢谢你 让我可以接触到白云老师 这个厉害的工法 让我从此可以睡得着觉 我觉得贵人很重要 真的 因为我觉得白云时尚气功 基本上我们大概七成以上的 血缘来自朋友介绍 朋友介绍是最真诚的 然后朋友介绍 我觉得也是带来最相近 气味相投的人 因为本来就是人以气息 对 没错 而且真的就像老师曾经也讲过 就是说你身边的朋友 是什么样的朋友 你大概渐渐就会成为 那一群人的那个样子 有一次我就去喝咖啡 然后就一群女人就进来了 然后就进来之后 他们就开始在聊 我跟你讲 我最近买了这一罐 那个维他命很好 我跟你讲 这个胶原蛋白很好用 全部都在分享 你吃了没 当时我心里在想 那如果是我们一群练功的人进来 应该就会开始在聊 你最近练功怎么样 我最近怎么练功 我们到哪里去练功 好不好 所以真的是那个氛围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身边 还有一些朋友 还没有练功的话 真的很建议他 可以从和气舒压法开始入门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跟他的话题 有更多的共同性 而且都会是一些很正向的 很开心的这些话题 哇 象征很棒 自从你赚回睡觉的 这个功能以后 你不觉得整个人生都不一样 多了好几个零 我觉得女生 因为我们先天特指 就是比较忧愁善感 就多愁善感 因为作为母系 母系本身就是 上面要照顾 下面要照顾 只要是自己生出来的 那就是完全是自己的责任 即使我们有先生在 可是妈妈永远是最后一个水 第一个是起来的 然后孩子生病 是妈妈陪 孩子的课业是妈妈鼓 孩子的情绪是妈妈聊 然后这个孩子的 这个大大小小的事 我觉得就算不是妈妈的责任 妈妈也都还会上心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母性的 这种担忧和思虑 已经是刻在我们 自己的DNA上面了 所以女人本来就是 思想负担就会重一些些 情感呢又丰富非常多 所以其实晚上睡觉 对很多的女生来讲 是相当大的挑战 那在我们教学这么多年来 发现什么病都好 只有两个病最难治 一个就是便秘 一个就是失眠 那个便秘是个失眠 因为人要不就是 民以食为天 他就是吃这件事情改不掉 然后又加上便秘 其实是紧张导致的 那失眠呢 因为是情绪的问题 又是紧张导致的 我觉得只要在我们的女人生命之中 你的生活工作习惯 家庭的习惯里面 有任何紧张的因素 首先就会在我们的睡眠上 反映出来 然后再加上女性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 随着我们的荷尔蒙的减少 它又最先是在睡眠上 反映出来 所以人体的老化的 其中一个显现 就是睡眠的改变 你看老人家的睡眠是什么呢 就早起 这个早起是一个 以前 其实以前 我记得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 可能睡到中午没问题吧 现在你怎么可能睡到中午 就是那个 那个没有那个可能性 你会觉得 导时差还差不多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是 睡到十点十一点 以前你会觉得 啊这个人怎么这么爱睡 这个女生怎么这么爱睡 可是现在你就根本 睡不到那么长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 睡个七八个小时 那都是优质产品 很多人可能是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就起来了 然后再加上女生 很多人在更年期的 这一段时间前后 很容易多一个夜里三点钟 就会醒 那醒有两个元素 一个就是她想到什么事了 也没想到什么事 她就醒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膀胱 就是开始无力 然后就开始 有这个咽尿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 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 那睡眠又有一个 它是一个生理始终 只要是生物中的东西呢 它就是走一个规律性 所以如果我们只要有 曾经夜里三点起 就会发现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五天 而且你很担心 自己夜里三点就会醒 它就会起来 它绝对会醒给你看 然后如果说你有一次 是曾经四点起来 上过厕所 完蛋了 你从此就四点起来 那个膀胱 它就会click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身体要去调节 让这个利尿 这件事情是减少的 不然你整夜都在上厕所 就会影响睡眠 可是这个也是 生物始终在控制 一旦这个始终有设定 四点起来上过一次厕所 以后身体就会知道说 四点起来要上厕所 三点四十五的时候 它就开始制尿 它就开始 把这个制尿的机制 就会打开了 然后你就会 四点想要上厕所 所以真的就是 非常非常的困扰 然后还有很多女生呢 是对 有人是对光敏感 就是稍微的这个 我们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年纪大了以后 就是如果窗帘不够密 或者是哪里有条缝 那个 风一吹 它就醒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对声音敏感 那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声音 比如楼下的摩托车 骑过去 有些人这个楼下关铁门 声音大一点 哗一下 完了 你就醒了 那这一旦醒了 很多人就睡不回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 很大的困扰 但是大家都以为是 脑神经的问题 很多人都以为是 脑神经的问题 其实它还不太是 脑神经的问题 它跟你的内分泌 是有关系的 它跟我们的 退黑激素 是有关系 跟我们的生理时钟 生物时钟 是有关系的 跟我们的脑下垂体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练回春宫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睡不好的同学 回春宫必练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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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我自己个人经验 也是在练完回春宫的时候 非常想躺下来 睡一小觉 就是在练完回春宫之后 躺下来睡 比如说十分钟 或二十分钟 我觉得那胜过一个晚上睡眠 真的很特别 所以常常我有时候 遇到一些 就是身体很虚的学生 在询问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他说 你一定一定要在 练完回春宫之后 你给自己十分钟躺下来 好好的休息 那十分钟的休息 真的是大补元气 所以如果没有学过 回春宫的朋友 你真的一定要来体会一下 在练完回春宫之后 那种身体自我补养 然后呢 你身体会自动启动 那种睡眠的模式 有没有 你可能 你可能或许不是真的是 入睡到完全不省人事 但是呢 就是在你闭眼躺平的 那一十分钟 短短十分钟里头 那个身体启动自我充电 非常非常有效率 好 这是我强力的推荐大家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 微妙好不好 因为刚刚 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起 微妙他的 很多睡眠的问题 可能就是白燕老师 刚刚讲的 有一些因素 因为我以前 我目前是在科技业上班 然后我以前 台湾护国神山 我上夜班的时间非常长 尤其以前是要轮七个月 那那个七个月的夜班 就是白天也没什么睡 然后晚上继续撑这样子 所以几乎就是 又刚好那个时间 有生过小孩子 所以一个月就会胖一公斤 这样子 所以身体就会越来越胖 然后身体的免疫就会越来越下降 那去看医生各个科啊 心脏科啊 风湿免疫科啊 检查完都觉得 你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开一堆药给你吃 那你吃完又 上班又会昏昏欲 所以你就不敢睡 然后你就又要硬撑 然后赶快努力上班这样子 那后来就是106年的时候 刚好那个 终点师兄请玉华教练 到我们公司来办那个说明会 那我发现那个 玉华教练说的 所有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头晕啊 睡不着啊 身体不舒服啊 然后我发现 所有的症状都很像 就在说我 然后还有一个感觉 那个身体年龄 天啊 我快100岁了 所以大家 我就马上赶快报名 那个和气 抒压法 那和气抒压法 我上完第一天晚上 超级好睡觉的 然后那个一觉到天 我就觉得身体非常的舒畅 然后全身的筋骨非常的柔软 而且早上就是可以上很多 把所有的东西都排出来 我就觉得 天啊 这个功法非常的棒 我一定要继续练下去 等一下 早上就可以把很多的东西排出来 讲清楚一点 是 树变啊 我的变密啊 一般都要三天上一次 然后就出来 可以上很多 你以前是多久要上一次 就是三天上一次 然后很辛苦 对 非常辛苦 有时候又你还上不出来 那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 好像变在肚子里面 很闷 很不舒服 这样子 你这三天算是很小case 你们的大师姐呢 你们的大师姐是两个礼拜上一次 初一十五 因为你们大师姐立文助教 她真的是初一十五上一次 哇 真的是很 我觉得女生非常多的人有便秘 但是便秘是很难启齿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男生很难启齿痔疮 你知道吗 男生有痔疮 那很难启齿 他女生就很难启齿便秘这件事情 然后生完小孩 我觉得便秘就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很常态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刚刚说嘛 女生辛苦 刚好碰上世界上最难调的 一个毛病 一个失眠 一个便秘 微妙也好辛苦 都有 失眠和便秘 统统都有 真的 这个如果不调好 说实在的 心情会很差 因为这每天都是 又睡不好 又拉不出来 就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 都做不到 对 白颜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 心情不好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跟微妙 在接触过程当中 是有一点微私交的 所以了解他的状况 其实他不光是因为工作 带来的辛苦以外 其实他的生命当中 也面临了一些 这个挫折 很大很大的挫折 就是他的先生离开他 所以他一个人 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所以老师 白颜老师刚刚一开始讲到 就是说 那个女人 就是那种母爱 有没有 又要把全部的爱给孩子 然后又是处在 这个丧夫的状态之下 又承受高压的工作 其实他没有垮下来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真的 刚刚其实我们在一开始 微妙进来的时候 他跟我讲很紧张 然后呢 从来没有参加过广播 第一次做见证 他就是很紧张 可是他其实很会说 你紧张什么 很紧张 他刚刚讲得非常好 真的我觉得这个工法真的非常的棒 大家一定要来学 如果不是因为发言气功我没有办法支持到现在 虽然我现在还是会常常感染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需要这个工法 可以让我排除我吃药的那些毒啊 可以让我变瘦啊 我以前是胖到85啊 我现在是52 我还可以去爬山 还可以去做志工 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法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我也有带我的小孩来学 六课也都学完 也有当志工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工法 现在你真的是微妙微笑 真的 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 因为今天两位女生来呢 我们就敞开心扉 我觉得女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睡不好 我们又会拉不出来 我觉得是女人的后面的情感上面的一种执着 当我们这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你看哪有生命中没有考验的 我相信相真也有考验 对不对 这上有老下有小 而且还有自己的身体不好 还有呢 就是人活到一定的年纪 这个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 相处的模式越来越多元 其实都跟我们 对我们来讲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心理负担 所以我也想跟你们聊聊看 因为我相信这个电视机 那个YouTube前面 刚才想说电视机 现在也没有电视机了 也算了 对了 又是手机嘛 是啊 好 这个朋友们 你们应该都会遇到中年妇女 我们都是中年妇女 就是心情上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定要讲这个心情上面的挑战 因为现在的睡不着觉的背后 很多跟心情是有关系 那我们为什么要练气功 光运动不行呢 因为运动不管心情的 它只管心肺功能和肌肉和骨骼 可是练气功很大一部分 是在改变我们的心情和情绪 和自我的认知 和自我重新的一个定位 我个人觉得 我看过这么多学生练功之后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就开始欣赏自己 以及懂得爱自己 肯定自己 我们在练功之前 因为没有真正关照过自己 忙忙碌碌碌碌碌碌的脑汁 身体眼睛 所有的一切都是往外奉献的 可是我们练功的时候 虽然只是拿出每天的二三十分钟 在练 可是那个似乎是 你自己很明确的固定的 而且是每一天 在为自己做的那么一件事情 慢慢慢慢 我们就会越来越懂得 自己的身体的运作 风吹草动的时候会感觉得到 比如说稍微头一疼 我们知道要感冒了 稍微有觉得 哎呀这个眼睛不太舒服 我们知道 如果再不是 他就会发真眼了 然后稍微尝一点不舒服 我们知道 如果再不去管理他的时候 我要开始有胃酸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 对身体的关照度 越来越提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心情就会没有像 之前那么多的抱怨 焦虑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关照自己 就会有很多抱怨和焦虑吗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 实际上有住着一个人 他会希望别人都关注你 我们希望别人关注我们自己嘛 可是都没有人关注你的时候怎么办 心里面那个失落就会出来 那个失落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暴躁和焦虑和烦 或者是发脾气 或者是没耐心 去表现自己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自我的武装和自我的保护 不然的话你就会受伤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下心情 对所以相争你在练功前跟练功后 你觉得你最大的情绪改变是什么 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 这个方面 我是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情绪 一向都还蛮稳定的 你是因为控制好 还是你真的是都完全没有脾气 你知道有些人 他是真的是把那个情绪 真的是控制得非常好 压得很好 所以他自己也会觉得 我都没有再发脾气 可是实际上 其实是有很多怒气在心里 哎呀 玉华教练 没有看相真是一个修养很好的 他刚有讲到说 他半个小时睡不着 他就开始焦虑 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的女人 其实他都是转转在床上 都是翻个一两个小时才入睡的 但是你半个小时就已经快要爆炸了 如果失眠的女性 有一个很大的特质 就是真的这是针对所有失眠的女性 一起说的 女性的自我要求很高 对 才会失眠 责任感很强 你这样神经大调的人 就是无所谓了 反正明天事也不是我的事 昨天做错事也不是我的事 现在还没有做完的事 还是不是我的事 他怎么会睡不着 他一定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明天事也是我的事 昨天做错事还是我的事 我刚刚没有做完的事也是我的事 你心里面有这些焦虑 你才会睡不着 所以我不相信你们没有 你们一定会有 有 这样子讲的最好 就是 玉华教练跟白燕老师讲的 我把自己武装得很好 所以感觉上好像表面上是没有 但是呢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其实是可能掩藏 把它掩盖得非常的好 然后掩盖得非常的精细 可是当我自己在练功之后 其实我是关注在自己内在的身体的变化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是有感受的 当我开始练的时候 我也像老师说 我手上有煤气 有热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一种 以前不太会 可是渐渐渐渐的 我发现说我在练功的过程当中 气感多一些了 你会慢下来了 对 然后开始自己的那种心情会沉淀 会比较容易沉淀下来 相昌你平常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是急躁的吗 是 我对时间的敏感度相当高 你看着他好像说话柔柔弱弱的 他里面有一个刚强的一面 然后有一个这个其实独断的一面 就是可能有很有想法 但是然后也嫌别人很慢 也觉得别人有的时候跟不上有点笨 就受不了那个人 所以其实这样的人最后呢 就有个特色 就干脆自己全做吧 因为你受不了别人 就觉得别人做得不够好 最后呢 本来呢你真的就是校长 可是看到撞中的也做不好 你就变撞中 看扫厕所做不好 你就扫厕所 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 最后你认为只有你做得好 那这个就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 做分饰非常多的角色的时候 那个压力是很无形的 因为我觉得人最难的是一个什么呢 多元化的角色 然后转换不过来 对 就是我们从上班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是一个女强人的角色 或者是扮演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 回到家里要慈母 也不能天天吼孩子 对不对 那你要慈母 有的时候一吼孩子就觉得不太对 所以自我检讨之后 觉得还是要好好跟他们说话 可是看着他的行为呢 你会觉得火冒三丈 我不知道你是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两个 你呢 我两个 一男一女 对 好反正我 我觉得女生还好 这个养过儿子的妈妈 我养了儿子才知道做妈 其实真的很累 养女儿的时候还觉得还好 可是养到儿子的时候 毕竟她跟我们性别不一样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男孩子的这种漫不经心 然后呢 就是很多东西都丢三拉四的 然后那个注意力好像都是 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的 那就是男生的特色 男孩子的特色 可是对我们妈妈来讲 就是一种蛮大的 要很大 付出很大的耐心 可是又不能一天到晚吼她 所以我觉得做女人呢 就是这个角色的转换 回到家里 可能对老公也不能像对员工这样子吗 所以角色的转换 有时候转换不好 自己晚上就是从清醒转换睡眠 也是会转换不好 我觉得我们有个功法 很能够帮助这一些心情转换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 我刚学五行相生法 就五情系的时候 我非常爱恋 我爱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我终于可以跳脱我原来的角色 原来的角色 因为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嘛 然后必须要 很多就是伪装自己 因为你 比如说你自己是脆弱 可是你必须伪装自己 武装自己很坚强这样 所以其实是很累的 那当时学五行相生法 因为我们比如说贺系啊 或者是圆系你知道 我们人 至少武装行业 对 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去说 我们去学猴子 或者是我们去学一只老虎 有没有 可是在练功的那当下的时候 我真是完全释放 而且我觉得说 哇就那短短五分钟 我变成一只老虎 你知道吗 那就会把那个情绪 借由那个虎系的时候 就把它发泄出来 然后呢 那个熊系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沉稳的 我就觉得我非常需要 那个把那个焦躁的 那个压力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我就练那个熊系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好沉稳 好像整个人的那种心境 突然之间就静下来 五分钟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说 每一个琴在转换的时候 突然之间那个情绪 已经上冲下洗 已经洗过一遍了 我就觉得 哇这个好舒压的功法 怎么可以让人 这么不用当人 这样的感觉 你们知道其实从五行相声法 你爱练哪一个功法动作 能够判断出个性吗 哇好多人想知道 很多人来玩一下 我因为你最喜欢练什么 我想要熊 你想要熊吗 就是白天啊 就是把所有的好情绪 都放在工作上面 然后回家就整个都疲乱 没有力气这样子 那又要两个小孩子啊 回来 那你又不能一下白脸 一下黑脸啊 每天都灰头土脸 然后就全身就很烦躁 那有时候就会练脸花 然后或练熊 去让自己平稳一下来 这样子 不要让自己那么 就是好像就是 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 是不就是为了改善你的生活吗 那怎么会回家 又让家里一团雾气 一团就是一团糟的感觉 那自己又晚上又不能睡觉 所以就是会 不管再怎么累 就是会想要练一下脸花 或者练一下熊 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平稳 再练一下进攻 然后再好好的睡觉 这样子 微妙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原生家庭 你是家里排行老几 第三 然后你的父母 对你是什么样子的态度 基本上呢 那个以前农业社会啊 就是我家是务农的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 都照顾得很好 我是就没有多私立国中这样子 那我那个就是还可以 那个 就是我自己高中毕业 我就去新竹工作了 然后还出国去那个学一个月 然后在科技公司上班 那我自己是去补习 然后才去读专科这样子 然后再到台南的公司来上班这样子 我为什么要问呢 其实你从一开始 应该就是完全力争上游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真的没什么好松懈的 因为你的可能先天的 不管是家庭的条件 自己本身个性的条件 或者是表达能力啊 或者是语言能力 就是并不是那么突出的 那如果不力争上游呢 基本上人家看不见你 对 因为以前农业社会会说 那个就是习字如今这样子 对 就多说多错 少说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就是像牛一样 很努力做事情啊 不见得人家看得见 但是你有在做 你就会觉得是 我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他爱恋熊戏 你可以感觉到他有多累 对 我从这个微妙这样子的分享 以及他爱恋熊戏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很辛苦 就是从 可能从一路以来 你都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很累 就是说实在的 没有好好休息过 真的没有说 我这一个月都是我 我也不用上班 我不用雇家 不用雇小孩 不用雇钱 我什么都不雇 我自己想睡着睡 想吃着吃 想玩就玩 你没有这个奢侈 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这一路都是累的 好好练熊戏 好好练熊戏 让熊戏 疗愈我们自己的心 好了 向珍要言行毕露了 我比较我个人喜欢练鹤 对 当我鹤那手一起来的时候 那又觉得说你的心已经飘到天上去了 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蛮爱练鹤的 好 我们来看香珍 其实香珍呢 我刚刚一开始 其实他给我的印象 以及他所有的气场散发出来的 就是书香门第 然后规规矩矩 然后自我要求甚高 然后对自己其实是不允许自己是不优秀的啦 你是不是不允许自己考不好笑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这样 但是是会自己会真的会去斟酌说 我哪个地方真的像老师说的 我哪个地方没做好 什么东西是我的责任 别人的责任也扛在自己的肩上的那种 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练鹤戏吗 他非常向往自由 就是在他的生活中生命中 对他来讲目前都还没有真正得到自由的感觉 自由就是说大声笑 大声哭 大声发脾气 大声骂人 大声跟人家说话 这个你可能做过 可是对你来讲 他就是一种反叛 或者对你来讲是一种 就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才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对他来讲 他真的很向往跳脱一个 就是被框住的感觉 那个框没有人框你 你也自己把自己框进去 你会把自己框到好好的 头发都不能乱的 然后所有的都要整理得很好 衣服都要穿得很得体 然后行为举止 所有的做 然后包括谈吐说话 我觉得可能你做老师嘛 对不对 教书就是一个 因为为人师表 是一个样板 我们做过老师的时候 都会被框住 所以很向往那种 像鸟儿飞起来的 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一种 为自己活的那种喜悦 好好令贺系 老师真的是 今天来上的这个广播 有没有觉得非常值得 对不对 所以白雅老师第一次分析 下一次我们来宾可能都会要求 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一些分析一下 没有因为主要是 他们两个是我并不熟悉的 不是特别熟悉 我们都见过 可是呢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好好聊过 这样子的分析是最客观的 就是并不因为我认识你了 有先入为主 那也不用我分析 练功就是这样子 你的身体会很诚实的告诉你 你身体喜欢的东西 他会向往的东西 就是我们缺的东西 我们没有那个东西 我们就会希望得到这个东西 会补足我们的缺失 所以尤其练五行相生法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全面的 可是你们会在五个五行里面 选出一个形来 很多人说这是很不容易 不会很不容易 因为身体就是这么诚实 你很难去欺骗身体 因为身体它需要的东西 它会用喜好告诉你 老师那如果最讨厌呢 这应该是很多人想问 最讨厌的呢 你最讨厌练哪一琴 最讨厌练虎 然后你最讨厌 最讨厌最应该要练 他们两个不接受虎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有几个 因为呢 他觉得那个是不符合他的形象的 就是我没有那一个想要爆发 因为你们其实戏虚的人 太累了 戏虚的人已经累到没有爆发力 真的是没有元气 对对对 我应该不要去跟你争 不要炒算了 我就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我自己去舔自己的伤口就好了 你也不愿意跟人家正面去冲突 那你喜欢那个虎系的人 一般是距离力争 会正面去跟人家争取的 我们的那个导播在这边 这就爱导播 他的个性里面就是有虎的成分在里面 还是是母的 那你们不会喜欢练虎 虎系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因素呢 因为其实虎系里面有很多消除悲伤的 这个情绪在里面 我觉得火后你们还没到 你们还真的不允许 自己放声大哭 你还没有到真正释放的那个 就是那个火候 我觉得那个可能要在某一次的 比如说情景之中 比如说明年的大成功 说不定在上课的时候 你会经过老师说的某些话 设定的某些情境 然后真的反除到自己内心的 很深的深处 把那个很痛的东西拉出来的时候 然后面对它 然后再去跟它和解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练虎系 你会想痛哭一场 目前应该你们火候还没有到 其实我自己练熊就会默默掉眼泪 就是默默掉眼泪 就会联完 然后就会就是 我跟你讲 练熊系的时候的掉眼泪 跟虎系 虎系一样的 熊系的掉眼泪 是一种默默的承受 就是我逆来顺受 就是这没办法 我今天就是遇到了 为什么是我 我不知道 可是我遇到了 我怎么办呢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这样子 就是你还是在委屈和承受 其实是妥协的一种状态 可是等虎系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想要直视它了 我要真正面对它了 过去过了这个关卡之后 你会不再怕它 所以情绪真的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它有很多层次 那我觉得练功最大的好处就是 反正它是很久的时间嘛 我们就一天一天的练就累积 总到有一天 它会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When you're ready you're ready 就是等你到了准备好的时候 身体自然而然 是不受控制的 就会迸发出来 所以也期待两只 母老鹰 出伤的 然后释放自己的虎 是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母老虎来 未来的母老虎 未来的母老虎 这个情绪的这个舒展 可以透过功法来展现 然后对我们的身心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很多的朋友 如果你在练功的时候 你不要压抑自己的这种情绪 你要让自己身体里头 自然的去释放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 身心的调节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台南 访问到两位 谢谢白燕老师 谢谢两位来宾 台南的同学们 如果你听到这一集 在下面 无论如何要留言 给台南加油 去写台南加油 我们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台南的同学 在听我们的广播 因为我们玉华也是台南代表 我是台南第一届 对呀 台南的大师姐 所以等于是三位台南 全力以赴 为台南争取福利 只要台南的同学越来越多 老师就会常常来 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在台南 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所以台南的同学 千万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 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你是台南 你爱台南 好不好 加一加一加一 OK好 也谢谢我们所有朋友的 今天的陪伴 我也希望这个好的节目呢 也能够带给更多人希望 希望你能够把这一个广播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他对气功有点概念 或者是有点犹豫 或者是有兴趣 不管如何 你都分享给他 总有一天会开启 他学气功的缘分 OK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